路由的诗许多人都很熟悉 但字写的怎么样并不了解 近日 中国古代书发展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 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爱国诗人路由的行书 字书诗亮相 雄魂豪放的字体 引得观众争相观看 路由的真迹留存于世的并不多 这件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行书 字书诗 是路由80岁高龄时创作的 反映的是晚年平静生活的状态 它是写于什么呢 写于1204年 公元1204年这一年呢 路由80岁 这一年你想一个80岁的老人 他写的内容呢 是写的自作诗 他写了八首诗 这八首诗都是他自己写的 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什么状态呢 他是一个退休的状态 按我们现在话说叫退休的状态 生活呢是比较平静的 诗的内容呢 也都是体现了很多 对于这个平静生活的这种体会 这八首诗的内容包括 美税 镀头 杂书等 字体潇洒流畅 而专家介绍 写这些诗用的是一种很少见的毛笔 这个作品呢 它的一个特点是 它是用什么呢 这个笔不一般 这个笔是叫星星毛笔 就星星毛做的笔 我们说那个笔一般的都是说狼嚎啊 羊嚎啊 这个笔不是 这个笔是星星毛笔 是一个新做的笔 它呢 写这个诗就是要试试这个笔好不好使 它在最后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最后这块 最后这块 你看这个说 近诗一卷 近诗一卷 为武器狼书 家太夹子 岁正月甲午 用锅端青 所赠星星毛笔 十年八十亿 这个能看到这个 他在写的这个过程中 这个笔呢 可能更软一些 但是他驾驭这个笔的 也算是比较纯熟的 然后他这个 把自己的最近的这个 比较喜欢的诗写在一起 就是这个作品 保存的特别完整 然后能保存到现在 词本的珍贵和不容易 专家提醒 像这样的作品 平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也不能随便接近 拿出来展览 更是机会难得 整个展览将在 2019年3月17日结束 想看路由真迹的观众 不能错过 好